大家好,欢迎收看都高斯贝电视,我是许超 今天的主题是黄金白银的走势分析 自从英国推欧公投之后,黄金白银纷纷大幅上涨 黄金上涨8.6%,创下两年半最高 白银上涨23.4%,创下两年新高 根据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最新报告 最近投机性黄金和白银期货期权多仓 甚至2006年以来最高 此外,黄金厂内交易品种ETP ETF的资金流入高达2.63亿美元 全球最大的黄金上市交易基金SBDR Gold Trust 持仓量创2013年7月以来最高 世界最大白银ETF iShares Civil Trust也在不断增持 黄金白银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 除了英国退欧给全球经济、政治和金融市场 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之外 预计世界各大央行将会进一步扩大宽松货币政策 以及意大利10月政治改革公投和欧洲银行业危机带来的影响 在英国公投的当日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市场波动性指标 又称恐慌指标一度向上突破20长期平均水平 最高到达26.5 但是自6月27日以来 恐慌指标开始大幅下跌至15附近 说明市场恐慌情绪有所下降 恐慌指数的大幅回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一部分 投资者在公投之后发现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 然后卖空波动性的交易 当然这不代表市场避险情绪已经淡化 好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美元指数 由于黄金白银是有美元计价 所以美元指数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到价格 英国退欧公投之后 英镑欧元大跌 美元指数一度向上突破95和96关口 目前徘徊于200日均线附近 由于英国退欧 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因素增加 而且美联储几位官员发出鸽派言论 市场预期7月和9月加息的概率为0% 12月为7.7% 然而7月降息的概率为8% 9月和11月为22.7% 如果美联储在7月利率会议中决定不加息 并且放出鸽派言论 美元指数将会向下突破95关口 并且提振黄金白银 但如若美联储7月会议机要偏向于鹰派 美元指数将会向上突破97关口 在一定程度上会打压金价和银价 接下来我们从技术面分析下黄金白银 由于美国5月非农糟糕 美联储6月利率决议会议 放出鸽派言论和英国退欧公投 导致市场避险情绪大幅度攀升 黄金5月连续九连英之后 开启大幅度上涨 一度向上突破1300、1335和1360美元 主要阻力位 目前短中期均线呈多头排列 趋势总体偏多 上方主要阻力位为1390和1400美元 但是四小时MACD出现顶背离 短期内存在回调的可能性 下方主要支撑位为1335和1310美元 如果下破1310 黄金价回归1300下方 但如若金价在趋势线和1310之间止跌上涨 接下来将开启下一轮上涨趋势 白银自5月结束第一轮上涨趋势之后 回调至100日均线附近 随后开启了第二轮涨势 并且一度向上突破20美元主要阻力位 最高到达21.11美元 形成中期上升趋势线 目前短中期均线呈多头排列 趋势总体偏多 上方主要阻力位为21.5美元 但是MACD红柱变小 随机指标超卖之后形成死差 RSI在超卖区域拐头向下 短期内存在回调的可能性 下方关注19.50和18美元主要支撑位 好 谢谢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我是许超